好,在这个单中我们要讲的是 Excel如何将多张工作表 指定栏位不为空白的资料 复制到另外一张工作表中 以这个来讲还有内衣 长裤套装 三个工作表 那我们要抓的是数量为一的 把它集合到什么 订单管理的那个资料 工作表里面 那怎么作业呢,我们到Excel这边来看一下 定单整理这边的 第一个 我们要做的动作 请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写公式 要写公式 那写什么公式呢 等一下,因为这个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档案 来,在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到,这里 公式的情况下是这样子 我们要来用这个来跟你说明 如果说列号 现在目前这个列号 你在A2,这个2的话是列号 小于等于101 为什么我设101呢 是因为我要把认为它大概一个项目最多有100列 所以我认为我认为101 100列 那100列内的呢,资料有没有 才有办法把它全部填在里面嘛 那我去找什么,假设它是小于等于101的 我就要找内衣 就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A2储存额资料 那如果小于201的话 我就要把长库的 怎么样 列号减掉100 因为我现在已经201 那我要干嘛 减掉100变成干嘛 101 有没有 101了,注意到这里小于201 那我要把它的列号 从101的减100变成1嘛 列1 C,C,E等于什么A1 A1的资料抓过来 那如果大于201就变成第三个工作表了 就套装 套装工作表一样哈 就是列要减掉200 列号减200变成干嘛 1 有没有 那and它的栏资料抓过来 那其实上这里面来讲要注意到 因为你都是超过什么 101 所以你抓出来都是2哈 列A2 这边也是A2 抓过来的 那这样来讲呢 我们旺右拉 因为我没有锁定 所以旺右拉死 它会变成干嘛 自动把我变成V栏 有没有 内衣的V栏 C栏 D栏 E栏 它的资料自动抓过来 然后呢 我只需要干嘛 把这第一列在右下的这边按什么 拖拉方块把它拖拖拖拖拖 看到我要放多拖多少 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大概应该只有300嘛 最多300 你就可以拖到干嘛 大概 你自己抓一个大概值 比如我拖到301 大概值 那它就会自己帮你判断 有没有 这是套装的部分 这个是长库的部分 有没有 好 这个是内衣的部分 然后这时候我们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要做的是资料里面的筛选 然后我等一下 它不小心把我塞错位置了 有没有 我再点一下就好了 筛选 然后这时候注意到数量 这边 我把0的去掉 我只留下1的 然后它就会变成全部 有没有看到1的都被筛选出来 我就可以硬爆表了 那有的人会觉得 这样子的话太累 这样太累怎么办 很简单 换过来 你把它按住Ctrl键 拖曳订单 整理这个工作表 不要先 望右移 再放开Ctrl键 左键跟滑鼠的左键 这时候已经COP一张过来以后 我们可以改找什么 找0的 或者你干脆就全选好了 全选好没关系 然后我们来找常用 寻找 这里面 寻找 选序里面的寻找 或者你按Ctrl F也可以 快速键 这边我找的是0 目标是找0的 然后储存和内衣完全相符的 把它全部寻找 有没有 这边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到为什么 我找0的 全部寻 储存格内容全部相符的 全部寻找 为什么没有找到 注意到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什么 公式 你这个是什么 数值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Ctrl A 复制 贴上 值以后 你再来干嘛 去寻找它 寻找 寻找 这时候就会干嘛 全部寻找 就会跟你讲找到一大堆资料 有没有 找到一大堆在下面 你会看到一大堆的资料 那这时候呢 按Ctrl A 把它全部框选起来 Ctrl A全部框选以后呢 你就直接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删除工作表列 删除的 删除工作表列 把它删掉 好 删完以后 我们按关闭 我们再看最前面的 有没有 这时候资料就干嘛 单独的 是1的才留下来 其他是0的 全部都被删掉了 全部都被删掉 好